我們回到第四節 每一次大家聽博士講佛學 都是廚棄耳朵話 一定是很留心去聽 今次我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後 其實中國建了很多佛寺 是好事來的 是 正常來看是好事 即是很正當去看是好事 但最重要是你知道它的背後 為何要建了所有佛寺 那時也這麼窮 剛才改革開放 沒有錢 毛澤東也打爛了東西 文革的時候 是不是? 拆嶺爛了 為何要這麼急要建了佛寺 有明有暗的 有陰有陽的動機 第一 暗的動機 毛澤東臨死 交代 有機會起點廟 即是它知道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 你不要理它相信甚麼也好 一定要有信 一定有信 他相信鬼神 他也害怕 有一種畏懼 是可以彌補你的法律不足之處 你的法律是犯了罪之後制衡的 不可以預先去規管你做的 但他這個宗教力量可以規範人 所以他臨死後 他也叫人建廟 有這個暗的指引 明白的 你要開放 別人回來中國 拆嶺爛了 給祖先、祠堂、廟建廟 有很多人捐錢 原來吸引到這麼多 華僑回來崩水 你叫他投資不捨得 你叫他給一、二、百萬 蓟廟也是一個捐 這條水路 所以就有很多人回來蓟廟 對嗎 對嗎 是令到他吸引到的 建廟就變成了旅遊點 就算他內地的人多喜歡 拜神求神求佛 是民間的風俗 那真是改革開放 以前拜人不給神指拜人不給 現在政府也要開放 每個人都可以去廟拜 國務都去莊香 當然不是明文不給他 國務都去莊香 又求兒子、求女子 又求法財、又求聖官 就形成了風氣 越搞就用大的生意來做 大的生意 透過統戰部佛教會 又要開放給日本人回來拜祖庭 日本人帶了和尚、商家佬回來 又要聽到投資 是不是很熱鬧 就全面開放起廟 搞到很多廟 但很不幸就是起研廟 沒有和尚、體檔 那我就正想問這個問題 因為民間時 逼迫他們全會還族 有些還要逼結婚 很多結婚 但是大嶺樂 我們這樣沒人看檔 那製造了一批 就是叫港部去做和尚 看檔 有些名皇的和尚 又叫做還蕃族 所以上海時那個肉罰子很聞名的 我們其他不說 你杭州寧人子 上海肉罰子 都是叫他們還族回來做主持 所有的主持有幾個老婆 跟著的 很古怪的 還根據我們中國的歷史傳統 大家上網搜尋到的 在遼金時代 就叫火紮爭 因為社會環境窮 又不識字 就唯有出家做和尚 南方就會北方做和尚 職業和尚 那賺到錢 就回來家裡 這是一個行業 是歷內有的 好了 在元朝就麻煩一點了 就更加多這些古靈精快喇嘛 跟著喇嘛 就會調戲良家婦女 跟著被迫在喇嘛多的地方 就有些絲孤暗 就搞就搞了一些 就沒有人搞民間婦女 OK 我會找一些官記去做 人有 你明白嗎 派你去做 那個劇情需要的 所以這個源流下來 到現在你興建這麼多廟 就找回你剛才所說的那些還族和尚 出來當教 但從來他沒有將這個佛教正式宣傳 好了 到後期 在世界上 就是台灣的聲明 叫有名 香港的國綱那些 那些是和尚 但你要明白 佛祖當年有沒有起廟 沒有 為何不起廟 你說沒有要有一個背後 為何他不起廟 現在那些和尚師姑聽著 或者你們知道 不說 或者你們不知道這個源流 為何佛祖不起廟 他混流四海四十幾年說法 他都到處都起一間廟 要他多年的聲望 對嗎 為何不起呢 那個佛法 出家人 到你有成就 是要傳播的 不是叫你建一間屋 在那裡困著自己的 你不要搞錯 你建一間廟 我叫你 要自負盈虧的 你還有時間去傳法的嗎 聽著 你那些和尚師姑 你搞甚麼 中國的和尚就被廟內死了 你又國愛慈親 出家 出了家更多契仔契女 你還多屋 還多樓 又有分店 你看聲明那些老家和尚 怎麽沒有美國有分店 不是Franchise那些 是美國的沙拉器 他做很多社會公職 做善事 做善事要出家的嗎 不用的 你出家的目的是甚麼 你出家要雲發 到你有功夫之後 未有功夫之前 麻煩你蹲在山上二十年 師傅證明你有功夫 你要運由四位傳播 傳播法學 等於現在我們變成了逐家人去做 現在我們逐家人方便了 我們上互聯網 讓你的書流通 我們就做了我們的本份 佛法要傳播 佛祖就是他傳播的 他一成就他起座 就民由四海 說法說四十幾年 剛剛 那些和尚有沒有根據佛祖的做 那叫佛行 佛的行徑 行為 所以他不可以搖廟 那些廟就困身 還有藏污立舊 爭權爭利爭家賊 連南華寺朝關的文名 你想想一群大賊在這裏 霸佬了不交出來 國民黨時代 你上去望書也能夠知道 虛運大師就要靠我乾爹 派軍隊去國安走那群大賊 大賊的和尚才能收到一間廟 有幾人吵架 其他都慶祝難輸 我們印度 現在在洛陽那邊 送 我忘記是否洛陽 洛陽是白馬寺 白馬寺旁邊 是印度政府給錢 蓋了一間紙 沒有人去 有一個非常簡陋 因為佛門是簡陋的 不需要金碧輝煌 就算你的袈裟 都是穿那些污染色的衣服 衣衣一部 我為何和尚那些袈裟 萬多元一年 都拿狗來搞的 連資又用翡翠做 又甚麼甚麼搞笑 所見的人都有 我調查它 我當年得罪那麼多人 有人打過針 就跟師傅說 這個混蛋 欺師滅祖 怎樣怎樣 我們佛教有規矩的 逐家弟子不可以誹謗出街人 你知道我師傅是怎樣回答的嗎 逐家弟子有鞭撻出街人的作用 我去到北京 趙伯初請我吃飯 中國佛教會培長 全國正義副主席 他這個名望真是真正的正義副主席 趙伯初 他在上海國民黨時代 他已經是世家 三個項林一個重視 所以現在你去到中國的大寺廟 有他提字的 我們拿回他提給他 逐家人 在香港人 有趙伯初親身提捕對聯給我 到別人 只不過跟人說 華國先生的羞恥 因為你們這些出街人自己很慚愧 因為我過了中 你下午我不能吃 我遲午的 他也是請我吃素的 好了 但我當年嚴格到怎樣呢 我有一次就懶惰厲害 整班師兄弟去見師傅 說這輪這樣就沒有了 這輪我止症 守了七天 那吃甚麼 我沒有就做一瓶腐乳 說我鬧得飛起 那麼好菜 你怎麼還有一瓶腐乳呀 守齋 你都不敢這樣發聲 我問你怎麼吃甚麼 你怎麼做一瓶腐乳都罪了 我這麼好菜 問我 怎麼搜 問我怎麼搜 我師傅 守齋做一瓶腐乳 那麼好菜怎麼搜 你怎麼搜 當年在民國時代 那些正式佛教徒逐漢 很能夠行辭 他真的守齋 一碗白飯 豉油拌兩滴 是這樣的 因為尊負乳 這麼好菜 所以我後期 他很冷氣 說吃不冷吃 斷食 我可以說吧 斷食 五台山 首百關紮一個月 感應了大護佛 在五台山傳我 民主菩薩的大法 半夜起床 我帶他回朝聖 所以你做家人的行詞很重要 你身為出家人職業 我的行詞還沒拿過你 你要搞甚麼 我看不起你 他們守成二百多條界 我看不起你 但我平常是不說的 但你現在出來開咪咪說 我面對的對象是普羅大眾 如果我講不問街空識即是識 受賞人識亦服於是 你睡懶了靠你不知甚麼 我將我的佛學 我自己融會貫通 知道要點在哪裏 首先教你學好做人 不要撞板 不要被人碰 少點小人 多點貴人 行為正確 先講誠相 這個儒家都要用 中國的基本 佛教都是 有個誤解 搞定一點 先觀念正確一點 先別這麼貪心 多數是貪自變貧 你看到很多朋友生意失敗 都貪自變貧 因為貪財就是貪色 男人兩個關你過不了就糟糕了 財與色 大家打開報紙 全部的幹部都是財同色 兩道門你過不了關 我們開麥克風 我是面對普羅大眾 普羅大眾 真的有錢的人 不會那麼有空聽 你看台 很忙的人 又不有空聽 流離浪蕩的人 聽 那個水平 但我講粗話最多人喜歡聽 因為我不同時間講的 不同層次的粗口用字 是另類的 但為何一個信佛的人會講粗口呢 我沒有覺得是粗口 那個是座語詞 如果你沒有粗口 我的火怎麼跟人散 真的有些女人告訴我 你聽我不講粗口那天 那些女聽眾罵刑 你跟我罵 我都猜不可以沒有粗口的 博士 她不可以吵吵吵聲 那些女人 我代表她們的孖叉 對嗎 這是劇情需要的 還有我不介意的 心經講明 不救不靜 你的心骯髒才能聽到我講粗口 你的心不骯髒 你怎知道我講粗口 難道你兒子幾歲 不知道我講粗口 是嗎 這個比較好心的 我們劇情需要 但你對這些王毅之流 陳茂波的人 我都說如果我做皇帝 打了把狗犀 不只是說粗口罵他 對嗎 和國殃民這班人 真是的 我賣菜店不懂事 乃越炸錢 拿去換美金擺在那裡 都有兩利息 最後你搞到二千多億 你先跟我交代 香港人沒有人追他 傳媒又不能問 你超級特首做甚麼 睡了睡覺嗎 剛剛 很深奧 好了 你搞完廟 基於這個歷史理由 但到現在擺在那裡 藏屋立舊的多 又沒有教人 怎樣入廟 怎樣拜犯 最慘的 你連走入廟 最好的禮貌都不教 那你那幫和尚做甚麼 究竟 到入了一間廟 有緣分來到這間廟 那你給了甚麼知識他走呢 又怎樣人看相 又怎樣人尖掛 又怎樣人去做法會 消災解爛 是吧 你圍領反了那個 色急謀利的精神 他傳播智慧給人 所謂淒涼在中國 搞得了幾千年 這麼好的學問 搞得到這樣 一條債 你看泰國的廟 他們出家人在這裏 是每個星期 升堂說法 你那些教徒 這些神父 你們有問題 就舉手問 所以出來說法那些和尚 那些學識非常煙薄 就像我們那樣 你問甚麼我都可以回答你 如果沒有 你就不要出來坐鎮 但他很多聰明和尚都不忠一秒 他自己搞定修行 就是說你真是很聰明 個人的道德 道行又聰明 又有學問 你又有責任去傳法 是你的本分 那是否即是 說凡是我們自己有知識 或者都一定 其實我們都不應該說 自己收起來 應該出來說 你以為你有那個世間緣 不是你講就有 你要檢查到你有沒有這個世間的緣分 如果檢查到有 你要盡量做 但我就比較難些 所以我就請電影給人看 我那時候講那麼多 浪費口水 一會兒我給你貼上我的角士 拍一張卡 大家的網友聽到 你用這一曲一掃下去 有很多電影的 你看完那些電影幾套 你的人不同想法 那些是古印度的哲學來的電影 不是開玩笑 我沒有等到口水跟你說 他那些編劇家很有智慧 他維持整個印度的社會穩定 靠電影 深奧 印度大家也知道 多民族多語言 是嗎 這個國家怎樣維繫 他就是用那個《以音傳承》 他的電影文化 在世界第一巴授 那個《橙梁》 一年拍二百多三百套電影 《Bollywood》 二百多三百套 從業員有二百多萬個 都算厲害 好修得 現在《阿米卡》那些印度拍一套 已經一億多元片酬 你別以為香港明星 他們那些更貴 因為市場很大 又燒外國又行 政府支持 政府每拍一套電影 有補貼的 不管你好不好看 你拍足那兩個多小時 就政府文化局有錢幫忙 印度電影最早很聞名 是投資很多錢的 我們希望中國現在在雲南 就把原始佛學搞得挺好的 即是用泰國式的制度 那些和尚都幹不息 又守戒律 又出來化園 那別人就尊重你 對嗎 如果你再製作幾隻 好像翁晴晶那些和尚出來就糟糕了 不是 即是說翁晴晶的批評 是 翁晴晶捐了十匹東西給那班人 火不火錄 他買個女人的巴 都幾千元那些 他都爆了出來 是 爆了爛爪 好不好笑 中國現在 你中間政府有責任 因為你帶領民族前進 一定有信仰文化 這個信仰文化 如何重新整理 就真的要花一花心思 之前你用馬克思為物辨證法 為物論 你根本支撐不到 你一倒閉 根本就處於精神真空狀態 他就是靠經濟發展 令到個人也不用捱肌肚 又可以維持跌載 一直發展 一直買樓 去維持政權穩定 但這個不夠 這個始終會崩圍 因為你這樣發展法 你這樣發展 下面你的制度不健康 你又害到那些幹部 這幾個人都貪污腐敗 他做個好幹部 都在遊戲覆蓄到 你不貪不行 即是六十年代他在香港 你想做好警察不行 不可以的 不讓你做 現在中國官場也是 你要炒官買官 你的制度不完善都不行 你溫家寶說要改革 那你就找個好處 他一早不肯說我上場 他臨臨到習近平才說我 沒有你一吹水 是不是 我們支持的 我們支持習先生從政 因為他們都看到 是習近平說的 如果你再不整理好黨的建設 將會亡黨亡國的 但你看到很嚴重 一件事 但你用的手段 真的要大赦天下 嗯 我不是幫些幹部講好話 他可以 黨一宣記叫他做事 他可以不做嗎 你以為他想貪污嗎 哈哈 是不是 所以要有很大的眼光 做一個政治家 阿習先生 給你一些意見 看看如何大赦天下 香港也要大赦天下 嗯 好了 阿博士說 乙重心腸 肺腑之言 你聽不聽 我們都沒有辦法 國運的問題 是的 這裏要預祝博士 多謝多謝 這次旅行 大家多看電影 是 我們有甚麼錯了 可以像我們一樣 立即多謝網友提示 是的 不要覺得 沒有問題 有一個叫做言多必失 你這麼多東西 哪裏要記得 是的 但是你記得這麼多已經很厲害了 幾十年前的事情都歷歷在目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